先找了一家吃鸡的 反念尼皮的鸡肉 像陶伯的太阳慢慢出来了 正好我吃个早饭 然后又去陶伯湖转转 我本来是在陶伯 我本来是在陶伯找了一个host 但是我想就是陶伯 不是很大 然后他玩到的东西不是很多 所以我就决定再陶伯待一天就行了 然后我明天就要去惠伶顿 我本来是在陶伯 这个湖泊是新西兰最大的湖泊 面积相当于一个新加坡的面积 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多大 在陶伯在陶伯 在陶伯 里面 在陶伯 里面 在陶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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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walking in sunshine I'm walking in sunshine 我刚刚把我自己买的饼干全喂鸭子和鸟的 我就吃了一点点 然后现在他们吃完落饼干之后还不肯离开 睡在这儿了我的妈呀 鸡之如我早就找好了一家咖啡店 天呐 西西兰的暴雨来了 一会儿暴雨现在又放晴了 现在是晚上十点半的淘宝的街道 然后就是就一个人都没有 但是今天明天就是12月4号凌晨1点25的巴士 从淘宝到惠宁顿 然后我不知道淘宝这么慌偏僻 然后我就一个人坐在那个巴士站台就等 然后等着等着就突然来了一个醉汗 就是那种他拿了一罐酒然后穿了一个短裤 他就坐在那就是语言也说不平 然后当时害他急了 突然他把抢我手机抢我电脑抢我东西 然后我就先把那个电脑这个书包放在那个凳子后面 就万一他抢过身上的东西他不会发现那个电脑 然后他就跟我交谈 然后我心想的是如果他做就做伤害我的事的话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醉的情况下就意识是母妇的 我觉得我可以由善一点 然后跟他做朋友就是所以他们问我 然后就在我非常非常害怕的时候 那个时候距离巴士还有三个小时 我就遇见了这位女士 就是他们是从新加坡来的 然后他们也是今天晚上等待那个和我同一班巴士 然后当时他下车去那个那个那个公交站是为了询问 是否是正确的那个公交站 然后他就先问了那个醉汗 然后他就发现那个醉了 然后他在问我 然后我就说嗯嗯嗯我是那一班巴士 但是我当时很害怕 我确定他是我 他是不是就是危险的人或者是那种坏人 然后就说我在等朋友 然后他以为我真的在等朋友 然后他就说他说如果不爹 他其实可以跟他们走 但是我当时其实心里也是非常非常的害怕和担心的 但是比起那个醉汗 我觉得我还是宁愿就是跟他们走 然后我就发现他们确实就是从新加坡 然后跟我一样就是今天从那个Roteroar到淘宝旅行的 然后他们今晚也是今晚同一班巴士 所以我现在感到非常的安全 因为他们现在在打包行李 我现在感觉 我觉得一个人旅行真的是 特别是一个女孩子 一个旅行真的是很危险的 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再也不会定凌晨 定晚上的任何活动了 什么巴士 什么酒吧 什么酒馆 我都不定了 我觉得今晚真的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教训 那个流浪还在那里 我的天啊 我们要几个站在那边等 他不走 我们在另外一个站 另外一个宝山 如果跟过来我们就 三个人不怕了 三个人不怕了 我们就三个好过一个 三个就跟了 等待巴士了 你等一下要做到上餐 三个中午会封掉 对 肯定要封掉 正常人都会封掉 Welcome back to my blog 就是什么逃波金险志 逃波夜景困 你的今天有什么感想呢 等一下 我覺得活得真好 是嗎 是嗎 活得真好 我覺得這個膽子不要太大 所以應該還要繼續這個31天的歌是要嗎 必須的 必須 既然就不是這麼多了 所以你們應該知道怎麼做了吧 要按讚 訂閱 用生命在做Vlog 可以的 可以 誰飛了 請訂閱 嗨 呃 呃 嗯 呃